而在今年8月份 我们为您报导过说 在高雄车站前面 有一名流姓男子 他把车停在路边 结果他的车辆突然暴冲 撞上他的女朋友 导致女朋友重伤送医 当时这个男子就跟警方公称 是因为他的汽车故障才会暴冲 没有想到经过调查 整个案情大逆转 原来这名男子当时是因为 不耐久后迟到的女友 他等到女友之后 竟然就先倒车撞倒女友 甚至还撵过他的女朋友 这是今年8月 高雄发生女子遭汽车撞伤送医 当时撞人的驾驶说 受伤的是自己的女友 两人有发生争执 女友赌气一下车 他的车就发生状况 当时警方调查也初判 只是没想到目击者的这一段话 让案情大逆转 事后检警调出当时附近店家监视器 发现原来男子公称的傻眼重伤 检方从监视器画面发现 一切都是这一名男友故意为之 整体案情从意外暴冲到刻意撞人 检方又查出这一名可恶男友 曾经有家暴女友的记录 而且撞车之后 重新检验过车辆 都没有刹车失灵或零件故障 最后依杀人未遂罪 起诉这一名可恶男友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